臺東市長盧秀燕今天上午跟百位書法家 共同揮好龍年春聯 為一百一十三年服運昌隆 新春揮好的活動進行開筆儀式 這場活動 盧秀燕也被問到曾經貨班 臺中市榮譽市民 而且一手打造臺中市南屯區 彩虹眷村的彩虹爺爺黃永富 家屬昨天通知臺中市政府說 彩虹爺爺在家中 此事想松瘦一百零一歲 不捨 非常難過 因為我跟彩虹爺爺有交情 彩虹爺爺去年過一百歲生日 我還特別去幫他過生日 那在一百歲的生日上 他耳聰慕名 那行動很方便 身體很健康 因為他已經年輕的時候學過武術 那也很重視養生 那不過我最要感謝的是彩虹爺爺一生 那以他的創作 以他的藝術讓臺中被看見 市府將全力協助家屬安排後續 致喪事宜 盧秀燕在昨天第一時間發文道念之外 也提到市府將保留 彩虹爺爺現存的畫作 而臺中市的文化局也透露 將在一月底在彩虹村設立紀念專區